大家好 我是老蒋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开圆木 这根圆木是红花梨的 现在我们还是要再研究一下 看这个料怎么开 圆木你一旦切开以后就没得改了 所以大家说的一刀酷一刀熊 就是这个意思 这准备怎么开 开两个 面板小一点有这么大的 长度呢 可以吧 可以 这个料空吗 这个料不怎么空 不怎么空 可以吧 从师傅颤抖到八块腹肌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木头非常的硬 再从这个锯除木粉的颜色 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 红花梨为什么叫红花梨 推不倒了 拿跳棍差不多 好了 现在这截木头已经被分成两块了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这种开了方法 是不是很像木工里面的随某结构 你这个放下面做还是放上面做 放上面做把那个擦下来 这是我们已经做好的半成品 先给它放到一边 先把它摆上去吧 先把它摆上去吧 高度好像差了一点点 把它调一下 看一下了 能够做到65了更加好了 油炬一响 黄金万两 现在我们进入到最关键的一步 给茶桌开面 面板如果没开好 后面所谓的工序都是徒劳 皮都肉少 这不是我们要的面板 所以必须再往下面切一刀 看看底下会不会好一点 这样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奇迹如风 奇徐如灵 弧动如山 动如雷震 突然发现用这句话来形容油具 也是非常的合适 有机会的话 大家不妨也体验一下 这种用油具的感觉 一天没来看 现在这个桌子的整体造型 已经基本出来了 但是要完全成型的话 起码还要两天的时间 现在还是带大家看一下 已经做好的一些半成品吧 这就是红花蜜的半成品 颜色非常好看 然后它保留这种自然的树皮 给它做成祥云 非常的有意思 这边雕的是一个袋袋水鞋 它的料非常的细腻 颜色很好 平方流水的 平方流水的 流水生财 可以看一下颜色非常好 这边也有一个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红花蜜的 因为它颜色好 然后加上它白色的皮 好好的利用的话 就能做出非常经典的层次感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重了 花六七千块钱 买一个六七个人 才抬得动的茶就回家 突然发现我们缺的 不是那六七千块钱 而是那六七个人 随时过来帮我们抬茶里的兄弟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 麻烦给老江点个赞加关注 我会在后面的视频中 持续给大家分享一些 木质供应品的加工过程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